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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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來上賈寶玉的啟蒙 就是說他是怎麼樣從一個小孩自我中心 然後慢慢的呢 懂得跟這個社會互相協調的一個成熟的人格 那這個過程他其實經過四次的啟蒙 你們對這個我們就先談這個好不好 因為這裡面呢 其實會涉及到紅樓夢所吸收的一個傳統的資源 就是所謂的杜托模式 如果說透過誤稱在聯姻類的一個表現 你會發現呢 他對才子佳人的一個模式是抱持悖逆 甚至是加以這個反對的這種態度的話 那麼我們現在要進入到 紅樓夢所吸收的另外一個傳統的文化資源 或者是文學的資源 那就是所謂的杜托模式 那什麼叫杜托 事實上呢 他其實就是一個所謂悟道的主題啦 那悟道各位都知道是紅樓夢的 幾乎是一個最重要的核心 基本上他就是環繞著賈寶玉 從出生到幾歲出家為止的這一段過程 他幾歲出家 19歲 這在第120回有提到 那麼在這19年當中 也就是在座各位同學你們即將要出家 所以好好趕快看一下 我們賈寶玉經歷過哪些啟蒙的經驗 他內心中發生了多少真的是本質性的 天翻地覆式的一種變化 而最後終於從他所深陷的富貴場溫柔相中 然後就走向180度完全不同的懸崖邊 請注意不是當殺手 是殺手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什麼叫杜托 那我在研究這個主題的時候賀然發現 紅樓夢裡面絕無僅有出現過一次 這個專有名詞就叫杜托 那所以我們必須對這個詞做一些語詞上面的解讀 同時追蹤以下 他在傳統當中的一個文化意涵有哪些 這樣能夠幫助我們更理解紅樓夢 以及紅樓夢的創新 真的紅樓夢的創新是在這裡 而不是說跟我們現代人很接近 跟我們以為的傳統不一樣這叫創新 不能這樣去思考創新的問題 你要看的是紅樓夢怎麼樣對應他過去的文化負擔 然後他怎麼樣呢又吸收可是又清除於藍後出轉睛 然後給他更深更豐富的內涵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看的 那總而言之因為已經聽到這個打鐘的聲音 不過呢我還是偷你們一分鐘 總而言之這個杜托的語詞呢 就出現在第一回 也許你們沒有看得這麼細 但是我提醒你們原來一聲一道 他穿梭在神界俗界作為一個終界者 又作為一個所謂的智慧老人的身分 這個我們下一次的專題會詳細的來解釋 可是他也負責的就是一個點化的一個這個功能 那麼所以用杜托這個詞 那所以各位來看一下他們在講到說這麼多人 所謂的情思色鬼嫌於不孝 一看人等都要入世的時候 那這個道人就順便說啦 趁此何不你我也下去杜托幾個 豈不是一場功德 那麼我用這個粗體字標示了就表示呢 這都是跟傳統杜托觀念有關的重要術語 所以呢下面才說好啊 我們就接下去這樣做吧 那所以接下去呢 我們就要進一步來說明喔 這個杜托他背後有怎麼樣佛教的意涵 然後又吸收了道教的這個用法 然後呢又再加上圓雜劇 杜托劇的一種鋪排方式 紅龍夢又怎麼樣來加以超越 然後具體在賈寶玉身上去開展 這樣的一個杜托的過程 因為有提問 所以我想還是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就你們還記不記得化石主人曾經說 他注意到紅龍夢中呢 犯情與贏者皆無結果還記得嗎 好 但是呢 就我們在那個有關小物的那個關聯模式裡面 還記不記得有一個呢 是所謂觀情類的那一組 其實是有結果的 那個是一個例外 如果我這樣考你們能夠回答嗎 是不是就小紅跟賈雲的那一組有沒有 那那一組當然是例外 因為我們作者要讓他在賈家抄家之後 有一番作為 所以那一組得要讓他們有結果 不然賈家抄莫之後就沒有他們 就沒有其他發展的餘地了 那個是一個很特殊的例外 所以這個還是要跟你們講一下 另外呢 我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大一國文的同學 所以大一國文吧 他們其實對紅龍夢不是那麼熟 可是讀著讀著呢 根據這個議題他有一些很好玩的一個發現 他有一個疑問 他說老師你說那個犯情與淫都無結果啊 可是呢他讀到有一組人物 好像沒有這樣子的一個待遇 那一組人物就是明焉跟某某人 猜得出來嗎 這個跟那個萬兒有沒有 那個萬兒沒有被發展喔 不要忘記他的那個 不是他出生的時候 母親是不是夢見這樣一個佛教的符號 那寶玉聽了之後還沉思這個人 恐怕將來是有一些作為的對不對 那麼所以這個作者的設計呢 後來就沒有被發展了啦 所以這個萬兒 那還記不記得他們是不是在小書房裡 也在那邊 不曉得是初世還是在世還是三世四世 不知道 雲雨晴還記得嗎 那是不是被我們寶玉給撞破了有沒有 那那一組事件呢 請你們注意 為什麼我沒有把他納入到所謂的攝影類 因為第一個他跟小物沒有關係啦 了解嗎 我們的那個物稱基本上都是說 他們之間要有一個小物的連結 我們才把他全部這個做一個整理 但是呢不屬於這個小物連結的部分 我們就不討論 但是呢就這一組的攝影而言 確實值得考慮 確實值得考慮 為什麼這一組他沒有遭受到 不應該 就是說他們已經某個意義來講 逾越了某一種道德界線 但是為什麼他們沒有受到懲罰 不像其他的人 真的是只要攝影就付出很大的代價 甚至要喪失生命 為什麼這一組沒有 那這位男同學問的就是這個問題 請注意他是男同學 因為跟後面的一個反應有關 那他就問說 那為什麼這一組就沒事啊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讀《紅樓夢》喔 真的時時刻刻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人家講的是貴族社會 那麼貴族社會對於理法 對於道德的講究跟一般平民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 古人早就已經說了 先秦時代就說了 理不下什麼 庶人嘛 平民都已經不被理教那麼嚴格的監控了 何況是奴僕 奴僕根本是物品知道嗎 如果說你家的茶壺跟茶杯發生關係 你一點都不會想要追究他的對不對 不要笑 我用的是民國初年一位奇才叫做姑鴻明的例子 姑鴻明你們聽過嗎 你們竟然不知道這位人物喔 這個實在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 反正他其實就是年輕的時候拿著庚子賠款 然後就到英國去留學啦 然後一口非常道地的那個牛津腔英文這樣子 可是沒想到受過西方洗禮回到中國之後 反而無比的反動 無比的復古 人家民國了都撿了辮子了 他偏偏要留起長辮子來啦 是那樣子一個很特別的人 所以他也辯護中國傳統的某些 我們今天認為不是很好的一種制度 他認為三妻四妾完全合法 然後他的邏輯是說呢 一個男人三妻四妾這合理 就有如一個茶壺要配好幾支茶杯 乍看之下你們覺得合理嗎 合不合理 好 就算你覺得不合理要講出道理知道嗎 不能只是說我覺得不合理就不合理 哪有這種事情要講出個道理出來 告訴你們這個推論啊 這個類比啊 完全是犯了邏輯上面的一個 所謂的錯誤類比的這個邏輯謬誤啦 這個叫錯誤類比知道嗎 這個東西跟那個東西怎麼可以相比呢 茶壺跟茶杯是沒有生命的 你愛怎麼配都可以 可是人是有情感 有意志 也因此他會受傷害 當然這是不能類比的嘛 這個所以你看劉過學的還不是一樣的 腦筋很奇怪 所以這個叫做錯誤類比知道嗎 那我剛剛用的就是這個典故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奴仆啊他們連素人 就是一般平民的這個等級可都不如 所以禮教根本不規範他們的啦 我覺得講的真的稍微難聽一點 這個其實我不是我的本意 不過在儒家禮教那個觀念來講 就因為你是奴仆 你是平民 你沒有受過教育 你沒有文化 所以基本上呢 你在文化的位階上面跟動物是差不多的 你不會去規範動物今天跟哪 跟誰在一起 明天跟誰在一起嘛 對不對 所以呢基本上來講 這就是他們的一個觀念 因此呢這個名焉跟忘兒 沒有受到任何的懲罰 也沒有禮教的問題就在於這裡 那我要說的就是呢 那位男同學聽了我的解釋之後呢 他的反應是好好喔 這樣子 然後我的反應是 你真的覺得好好嗎 你真的希望是被當做一個 像動物一樣等級 所以你不被要求 所以你沒有文明的責任 你沒有社會的義務 而因此可以順著本能為所欲為 而不受約束 你喜歡這樣嗎 所以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當然我覺得動物有動物的世界 我覺得動物並沒有不好 老實說熟悉我的同學都知道 我覺得動物比人還可愛 但是問題是畢竟是 我們已經在人的世界裡 你必須要了解 我們已經完全脫離自然 因此呢必然的 我們也要受到一些文明的規範 乃至於在這個規範底下的自我提升 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這個做完一個補充之後 我們還是要回到我們的這個杜托模式 那這個杜托模式我們上個禮拜呢 趁著一點小小的下課前的尾巴 那匆匆忙忙實在是完全沒有開展 所以我們現在等於重新開始 就是說呢 《紅樓夢》他吸收了 那麼非常豐富 那麼也非常龐雜的過去的文化資源 以及文學資源 那麼各式各樣詩詞曲覆 然後包括散文 包括這個《才子佳人》小說 包括那個杜托各方面呢 都成為曹野芹吸納而加以集大成的 那麼眾多的這個來源 那麼我們呢 為什麼要來先談這個杜托模式的原因 在於《紅樓夢》本來就被視為是一部誤書 那麼所謂的誤書就是呢 他要來開展這位男主角 也就是賈寶玉他內在成長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成長呢 當然不是我們一般意義的成長 如果你是從杜托的角度來看 從所謂誤的這個切入點來看 那麼整部小說很明顯 他是要你解脫這個世間的 那麼種種的煩惱苦惡 然後呢能夠所謂成仙成佛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一個誤道主題 那這個誤道主題呢 在中國的文學傳統當中淵遠流長 始至於他的基本雛形基本構成要件呢 其實是始至於六朝的那個應該其實就是六朝的那一種短篇小說 然後呢在唐傳奇被奠定的更為成熟 那麼這一類的誤道小說呢 基本上都有大致的結構 那麼各位從腦海裡面搜尋看看就會知道 像唐傳奇裡面最有名的也留下給我們兩個 如今還在被熟悉的運用的成語 那就是呢那兩個傳奇小說 一個呢是南科太守傳 那麼留下來的是南科以夢這個成語 另外一個呢 其實就是那個黃梁以夢的那個成語的來源 也就是整中記 那麼這一類的故事其實呢 都有幾個基本構成要素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誤道的一個寫作呢 到了戲曲裡面 那麼就形成一個所謂的那個道化杜托劇 的一個特殊類型 那個是在圓雜劇裡面 所這個可以看出來的 那麼所以呢我想呢 我們基本上還是用圓雜劇為主 那原因呢因為他某個意義來講呢 後出那麼又是戲劇的形式 所以他跟這個紅樓夢裡面所運用的一些 這個基本的那麼推動情節的那些零件 更為完備 所以我們是用這個杜托劇來作為一個參照 但是實際上我們從那個唐傳奇裡面 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幾個構成要素 那各位呢在你們的這個講義裡面 可以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的第一項呢是要規劃什麼呢 就是首先我們來看看傳統的杜托模式的一個挪戒 以及呢紅樓夢如何加以超越 我覺得紅樓夢最偉大的地方在於這裡 他不但極大成而且融會貫通 彼此交融為一個非常龐大的有機整體 但是呢他又每一項都加以超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天才的傑作 那麼首先呢這個杜托兩個字 我們上次有提醒大家 就在第一回就出現了 雖然此後成為絕響 因為此後沒有再出現杜托這個與惠 然而開宗民意一生一道的那個對話裡面呢 就已經提出來了 那麼在送石頭喚醒入世的那個前奏曲 那麼就提到說我們趁此何不呢 你我也下去杜托幾個 那豈不是一場功德 所以請各位注意喔 他杜托的對象不只一個 當然主要是賈寶玉 那麼這幾個呢在全書的開展當中 有哪些人有什麼樣子的特別的分類 那麼那個分類又有什麼樣特別的意義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表格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是我把他們在做一個 釐清之後呢看出來的一個現象 那所以呢回到我們這個第一回 那麼我們要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杜托 那杜托當然是這樣子啦 因為元代的雜劇喔他本身就有 因為不同的題材就有好幾個歸類 那麼日本的漢學家呢 就是清木正兒先生 他在對元雜劇作為一個分類的時候呢 就針對其中某一類 某一個相關題材的作品 他就給了他一個名稱 就叫道化杜托劇喔 那麼在那個神仙道化的這個題材裡面 他又分出一個所謂的杜托劇 那這個杜托呢當然你就會發現 跟所謂的那個神仙道化是有關係的 那神仙道化都跟佛道的那一種要超越成熟 然後呢追求另外一個永恆的世界 然後解脫我們這個短暫無常又痛苦的人間 其實是同一個相度喔 但是呢神仙道化包含的比較廣 其中比較這個特定的是所謂的杜托 那這個杜托是這樣子的喔 我們簡單把那個學術界對這個題材的一個相關要素 做了一個整理 那麼首先呢我們必須追本溯源 那麼先了解一下遜古上面的意義喔 那各位請看一下我們的講義有提到 所謂的杜托 那麼妄文就可以生意 杜就是讓你的杜化得度 托就是解脫 所以呢 從這樣子的一個得度解脫 而得來的一個杜托的略稱 實際上呢他已經非常頻繁 可以在這個六朝的佛道裡面去看到了 所以你看六朝就有這個詞彙喔 那麼但是這個詞彙呢 後來進入到文學裡面 形成一個特定的題材 那又要經過很長久的演化 那可是呢至少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杜托的一個基本含義是什麼 那我們下面呢 就從那個佛經裡面找到幾個相關的文獻 那各位一看其實就很明白 例如說呢有一段是說 欲喜拔萬有 好你看喜拔萬有就是我們要喜記 那麼抄拔出來 從這個萬有的分雜以及沉淪當中 我們要抄拔出來 然後呢要杜托群生 所以這個杜托跟喜拔 其實有一點點這個語意上面的相關 另外呢下一段是說啊 至於呢宣非辱動有且杜托 況在肇樹 意思是說連那個在天上飛的 連在泥土裡面辱動的那些呢 表面上沒有什麼靈性的 這個昆蟲動物鳥類 他們呢都要杜托 他們都可以得到解脫 都可以成佛成道 那何況是我們一般的人民呢 這個意思 另外說還有杜托兄年 哎呀我們在這樣的兄年能夠杜托 是賴惡而權者喔 那這個意思都一樣 總而言之 他的基本定義就是 渡一切苦惡 解脫一切執著煩惱 那麼他事實上最主要的來源是佛教 那各位要注意 佛教裡面講渡字呢 已經是他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之一 那麼佛典裡面所翻譯的那個波羅蜜多 有沒有 這個波羅蜜多你們簡直 就算沒有信佛教的都聽過嘛 好 那麼這個波羅蜜多就是渡 那本義就是盜彼岸 然後呢渡無極 盜彼岸就是脫離 我們現在正在沉淪受苦的此岸 然後到另外一個永恆的美好的 然後呢真的是非常快樂的一個世界 那個所以用個這個度 也就是那個波羅蜜多 那麼另外呢 因此他也就是讓人從現世的生死苦海的此岸 然後到達涅槃的彼岸 所以這個渡字同時呢 具有三點水的渡的那個含義 所以你看苦海慈航嘛 那麼就是要渡化這個眾生 把你從此岸引領到彼岸 所以我們上次說佛手是不是 頗有這樣的意味對不對 那麼現在呢 我們可以再注意一下 總之呢 他就是包含了普渡眾生 既是助人的這種雙重作用 可是當然渡不止這樣的意思 渡其實還從那個道教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他也有類似的用法 不過就此來講我要跟你們提醒 道教有很多的概念 實際上呢是在佛教的影響底下去借過來 然後去建構成道教自己的一些思想體系 那麼裡面有一些語詞跟概念 事實上還是從佛教那邊來 以這個渡字而言呢 來請你們先看一下 我們下面有一行星號的上面 的第三號就是阿拉伯數字的3的這一條 那麼隨書裡面就有提到 你看隨書已經是六朝結束的那個時代 那麼就有提到說 道經啊是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道教的經典 他們呢就是要來受以密道 告訴你一種呢不是很明白 可以看到的某一種方法 要做什麼呢 他要開節度人 你看 那麼就是讓你超越這個劫難 然後來度化這個人們 那麼所以請注意他的開節度人並不是 就是要你超越這個劫難 其實不是只有一次 那麼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會來再解釋一下 所以總而言之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原來這個度字呢 那麼也有這個道教的一個這個來源 但是道教又來自佛教 總而言之這個是宗教色彩非常濃厚的一個觀念 這個毫無疑問好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回到剛剛的那一段來講 所以這個度字呢簡單說來 他是佛教的基本教義 然後融合了道教的產世 那麼基本上都是要來拯救人生的罪惡 那麼使之超離成俗而脫然無壘於心 這個作為他們的終極目的 所以呢能夠做到這一點 事實上就有如道人所說的 我們這樣度化幾個人呢 豈不是一場功德 這是一場功德 因為讓人能夠真正從根本上獲得解脫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一般 在追蹤這個度脫的這一個概念跟語詞 我們可以得到的一個相關的背景 但是呢當然這只是一個基本背景 那麼至於他被用來作為一個戲劇的要素 那麼怎麼樣被組織 然後呢他有哪些相關系統性的有機結構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下一步要盡量 要來跟各位談的喔 所以我們下面有一項是這個 其中我們分這個度脫句呢 他當他作為一個故事的陳述 作為一個行動的一個描寫 然後呢有一個情節開展的過程的 這樣子的一個敘事的過程 那麼這麼一來呢 所謂的度脫句到底還有哪些構成要素 那麼所以我們下面呢分了幾項 那這幾項呢都在《紅樓夢》裡面 可以得到很鮮明的印證 但是《紅樓夢》又進一步加以超越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喔 以這個元代的這個元杂劇的 《度脫》這個題材而言呢 他們基本上包含的是這些 就是這個戲劇裡面呢要有度人者 要注意喔一定有一個能夠去度化別人的人 那當然這個人一定是要很有智慧對不對 否則愚者難以去度化別人吧對不對 那這是呢度人者 那有度人者當然要有被度者對不對 因為被度者才是可能小說中 讓我們看到人可以覺醒的那個可能性 而因此呢來刺激來警示 還在沉淪中的人們 你其實可以學習他 你其實是有一個可以解脫的資質 那所以要有被度者 那基本上這兩者呢 都是所謂的這個戲劇人物喔 那所以就是基本的構成 那麼另外呢 這兩者之間會形成的戲劇動作 就是要有一個度人的行動 那麼所以度人者跟被度者之間 又會有一些互動關係 然後這個互動關係 當然又有不同的類型喔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再來談 那麼另外當然就是要悟道啦 那悟道就是你要成仙成佛啦 那這個呢就是最後讓你獲得一個永恆的生命 那這就是大概所有的度脫劇呢 最終的這個結果 最終的一個最高標準喔 所以呢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基本要素呢 彼此會連結 而且依序組合 什麼叫依序組合呢 請各位注意喔 那是有一個過程性的一個既定模式 就是被度者要通過度人者的幫助 然後經過度脫的過程和行動 最後領悟生命的真意 然後最後呢又得到了生命的超生 這個超生就是要成仙成佛 那麼這就是劇情發展的一般模式喔 那當然我們大約做了一樣 這樣一個整體的掌握之後 還有更精細的東西要來談 首先第一個 那被度者是一個會有通常具有什麼樣的特色 你如果走在路上絕對沒有什麼藍彩河 我要來度託你了解嗎 我們呢這種人 對不起我們就是那一種 曹野芹不會關心的那一種人 曹野芹不是關心的是正邪兩賦嗎 對不對 那一段第二回他說是正氣就是大忍者 那麼邪氣是不是大惡者 那兩種氣呢偶然團合在一起 此消不能 就此不能消彼也不能長彼此就這樣頑抗 那麼用一種矛盾統一的方式 形成的一種特殊的生命形態 他是把它叫做正邪兩賦對不對 事實上全書他真正關心的就是正邪兩賦之輩 那麼他說啊他簡單的說 他說除了大仁跟大惡之外 一般的人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啦 所以他也懶得理會 他要理會的是大仁者沒什麼好批評的 大惡者也不必多看他一眼 因為你看了會很生氣 那你就注意很特別很特別很少數的正邪兩賦 所以《紅龍夢》中的人 基本上都是正邪兩賦的 主要的角色都有這樣的一個特殊的秉賦 那所以我們就是那種 於皆無大義的平凡廣大群眾之一 好慘 所以呢曹雪芹也不想了解我們啦 因為我們當然有我們的 各式各樣的生命的小宇宙中的奧秘 但是呢這些小小的奧秘 還不足以引起這位偉大作家的興趣 所以你會發現呢連杜托劇也一樣 那麼被杜者通常要有一些很特殊的來歷 他不能是平凡人 平凡人我覺得對這些人來講 大概就只不過就是面目模糊 彼此可以不斷的互相代幻 而不會讓人留下深刻印象 也不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的人 所以這些人他們基本上是不會去特別關心的 所以各位看一下呢 在杜托劇裡面的被杜者很奇妙 這個是學者的研究成果 他發現呢 他們這些被杜者往往具有 第一個他本來就是仙人 本來就是很特殊的 超越一般人的那一個仙家 來自於天上 那為什麼他會要到人世來被杜托呢 一定是什麼 犯罪 好 所以這叫做標準的什麼 哲仙啊 他被貶責到人間來受苦 人間真的很苦耶 所以佛教把這個人世間稱為火宅 對不對 稱為懸崖 稱為什麼什麼 那是真的很切身的體會 所以仙家因為你犯罪 所以他的懲罰就是你來到人間 坐一趟要面對死亡的恐懼 要面對失去的痛苦 然後在得失容窟中深沉輾轉 你就要去忍受這樣的折磨 那這就是對仙家的一種 可以說是滿大的一個酷刑啦 那所以這是本為仙者 另外一個是說呢 他是具有神仙之分 就是說你原來不是神仙 然後被貶責到人間 但是你這個人有特殊禀赴 你呢有神仙的某一種資質 那你這個資質讓你特別靈敏 讓你特別能夠隱悟 所以呢 神仙才想會要來度化你 所以你如果只是庸庸陸陸的一般繁重 他覺得這個完食不能點頭 他也不理你了啦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神仙之分 就是你有這個資質你有這個成分 那等待著被召喚出來 然後呢就讓你真正脫胎換骨 然後就成仙成佛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呢很特別 鬼妖物而為仙者 就是說你如果是那個什麼木精草妖 這個都可以算喔 因為你已經經過非常長久 甚至數百年數千年的修煉 你某個意義來講呢 也得到了某一種靈鳴 那這一種呢也有可能是度化的對象 因為你只差一步 那麼就可以由魔鬼變成了天使 那因為你們不知道嗎 撒旦原來的身分是什麼 就是天使啊 對啊 所以這個是一線之間耶 所以這些所謂的那個鬼妖物 那麼他事實上只要在那一線之間 那麼讓他瞬間改變他的概念 那事實上整個人就已經會從這個幽靡 然後就會到天堂 那這個呢都是所謂被渡者 往往所具有的出生來歷 那你想想看嘛 像我們就不可能啦對不對 所以我們注定沉淪一生感到悲慘 好 所以要努力一點 好 這個是被渡者的一個 特殊的身分上面的特性 這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可是我們現在先來對照一下 紅樓夢裡面的人喔 我剛剛為什麼講到正邪兩夫 是不是也頗有在呼應的味道 正邪兩夫是不是就很特別的人對不對 他不是一般人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不要忘記 賈寶玉的前身是不是就是一個通靈的 也不能叫玩石了 是不是通靈的石頭 他還會開口講話對不對 某個義來講也有半神半仙的那種味道 那林黛玉的前身呢 是不是就是醬豬仙草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都某些人物也在回應這個傳統杜托劇的 那一個脈絡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等等 我還要再補充 所以有連一位喔 不是那麼重要的角色 但是當他用劍字紋而死的時候 給他的姊姊託夢 是不是也提到說 他其實是要到景幻那裡去掛號等等之類 會去消耗有沒有那個人是誰 游三姐 所以你看他的來歷是不是也是太虛幻境 也是仙界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些人物多少真的都是正邪兩副 然後都有所謂仙界的非凡的這個出生來歷 這個你們都可以再去找一些來印證 我想應該你可以發現 真的曹月琴跟這些其他的作家一樣 他們真正關心的是特殊人種 知道嗎 不是我們這種平凡人 那這是被渡者 所以他們才有希望這個脫離凡城 那麼第二個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渡仁者 那渡仁者呢 注意一下喔 在元代的渡托劇裡面 多半都是仙佛人物 他本身就是佛陀化身 或者是他本身就是神仙 那這樣的一個身份跟他的能力 當然才有資格是以居高臨下的姿態 來引導你 那麼步入正途 對他來講我們在人世之間追求這些成功 追求這些個人的各種的世俗的評價 他們根本就覺得你是名途羔羊啦 你根本就沉淪在一些盲點中不可自拔 所以呢 要以仙佛的超越的那個視野跟眼光來引導你 所以他們都是仙佛人物 那麼例如像誰呢 像鍾離全 像呂東斌 呂東斌我們是不是見過一次有沒有 在《紅樓夢後40回敘述》裡面的 有提到在戲曲裡面 他不是就是出來點畫那個男主角徐孝克 那個就是那個叫做駐法記有沒有 還記得嗎 那其中就是演那個呂東斌 然後來度化男主角徐孝克的故事 達摩渡江有沒有還記得嗎 所以這個呂東斌也是常常出現 以這樣的一個智慧者的身分 來點畫這個書中的男主角 那鐵拐禮也是啦 藍彩河啦 什麼月明尊者布袋和尚 而布袋和尚根本就是佛陀化身 他就是有點像西方基督教也說 上帝有時候會化身成為什麼貧窮 骯髒醜陋的老父去敲你家的門有沒有 那你看你是不是很尊敬地來這個對待貧窮者 那這樣子就可以看出你的信仰 或者是你的人品 那麼大約都有這樣的一個相通的意味 總而言之 那麼這些人請你們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做一個補充 那我們如果用西方的神話學來理解 那麼他們大概都是所謂的智慧老人 智慧老人已經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名詞 他出現在各式各樣的傳奇 小說 甚至是歷史故事當中 那麼往往是在男主角遭遇到難題 然後在很大的困惑 甚至生死交官命懸一線的時刻 這些智慧老人就會出面 然後給他們這個指點迷津 然後讓他們甚至起死回生 所以這一類的這個智慧老人非常的重要 而這樣的一個名詞 當然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心理學家 就是榮閣他所歸納出來的啦 那所以這個就給你們做參考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那麼被渡者跟渡人者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 當然一定是渡人者呢 來引導被渡者一次又一次 從迷藏當中呢獲得不同程度的蘇醒 但是人啊畢竟呢在人世間沉淪太久 所以他常常不是一次就能夠點化成功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第三點呢 從隨書我們剛剛所念到的這一段 你可以看到 然其開節非一渡矣 可見多次渡託是道教渡人的特色 道教渡人的特色就是不是只有一次 所以我們一次醒不了也不要自責 也不是我們資質比較不好 那麼如果呢 他表現在元代渡託句上 這種多次渡人的特色呢 已經被規格化大概都成為三次點化 那這個呢我要跟你們做一個說明喔 原因在哪裡呢 為什麼到了元杂劇裡面 多次的渡化行動會集中 而且規格化成為三次 那是因為元杂劇的結構的關係 元杂劇基本上都是四折 好 都是四折 那就是有四段 好 那你想想看 第一段一定要做個開宗明儀的交代嘛 有什麼人物 有什麼背景 所以第一則往往都是做這種背景式的交代 因此下面那三則是不是每一則就一次渡化嘛 那第四則渡化最後一次就得到這個徹底的成功 然後就呈現成佛 故事當然也就結束 所以為什麼元杂劇會是三次 這是結構所造成的 那麼當然啦 如果我們《紅樓夢》要來吸收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特點 這樣的一個敘事要素的話 他當然就可以不限於三次 因為他沒有這種結構上面的限制 這個是首先可以跟大家做一個補充 第二個要補充的是 元杂劇有呈現出一個普遍上的特色 那就是渡人者跟被渡者之間的那個關係 其實是不平衡的 意思是說元杂劇在這一類的渡脫劇裡面 他其實比較凸顯的是渡人者的那種非凡的那一種神奇 他的那一種起死回生他的偉大 他的超越凡俗的那個特點 所以基本上渡脫劇某個意義來講 他反而是比較以那個渡人者為中心 那被渡者往往其實就是比較被動的 然後就被這個渡人者引領 那因此因此學者也發現元杂的這種渡脫劇 他對於被渡者的內心的那些變化 很細緻的心靈的反應 琢磨不多 琢磨不多 因為他為的是要凸顯渡人者的那個非凡的 那個才…不能說才情 就是他的那個智慧 他的神力 因為他甚至可以讓你起死回生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被渡者他會相對的比較黯淡 比較被動 然後他的內在的變化也因此就比較容易被忽略 那像這些我覺得也不能說是缺點 應該說就是這類劇 他已經形成一種普遍的一個寫作的格式 但是這些要素跟這樣的一些種種特點 到了《紅樓夢》裡面來 事實上都被一方面加以吸收 二方面就都加以超越 首先我想要請各位注意到的就是說 以被渡者而言呢 那麼當然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是一以貫之 當然又做了一些更多元的一種這個變化 那麼但是就這個渡人者而言 我就要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紅樓夢》你們這個粗略讀過都可以知道 事實上渡人者的角色雖然非常重要 是結構上不可或缺 而且他常常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然而他畢竟不是全書的主要的主軸對不對 主軸還是那個誰主要的被渡者對不對 那被渡者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是賈寶玉 因為整部書就是環繞著他而開展的 那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曹雪芹就此他彌補了渡托劇的一個缺陷 就是說他讓被渡者的內心非常細微的變化 他成長起悟的那些過程非常深刻 而且其實是非常令人吃驚 因為他把一個小宇宙內部的那種很優微的一個 可是是非常神奇 像創世紀一樣的變化的那個內涵給展現出來 那因此這就是《紅樓夢》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的內在是如此的豐富 又是如此的優微 然後他會經歷什麼樣的微妙的化學變化 而這樣的變化又牽動到多少的所謂人的價值 跟社會互動的關係乃至於文化認同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是被渡者才能夠來展現的 那《紅樓夢》充分把他的這個續寫的重點 是放在被渡者身上 好 那我想這個是《紅樓夢》非常成功的地方 另外作為所謂渡化的這個三次的行動 當然在《紅樓夢》中以家寶玉為主也不止三次 那這個呢我們就可以要找相關的情節 然後加以整合你就會發現 《紅樓夢》實在比杜作劇實在是要偉大 而且傑出的太多了 那這些呢我們就是接下來要來一一做一個 以《紅樓夢》為聚焦的說明 那首先呢我想在我們打的那一排信號的下面 主要是讓各位先注意到幾件重要的支批 這個支批呢事實上很明顯 他也清楚認識到《紅樓夢》跟杜托模式的關聯 好 首先呢你們都知道 第25回寶玉是不是遭遇到他人生中 在出家之前唯一的一次的冰死的經驗 貧死或冰死的經驗有沒有 那真的是是不是連有人都說棺材要去準備了 對不對 你們不覺得很震撼 那是因為我們知道他不會死 因為主角在過程中絕對不會死 所以我們都很放心對不對 只要先確定他不是最後一集 然後我們就會很放心對不對 沒錯嘛 那所以我們就好像就看一齣 我們做一個局外人看那齣戲一樣 然後就覺得哇 很震撼 可是心裡面一點都沒有被震撼的那種感覺 我們知道他一定會化險為夷 可是實際上如果你身歷其境 你會知道那是一個 就個體來講可以說是空前的災難 而且基本上你的生命其實在那裡 就遭遇到最大的最沉重的 而且很可能就不可逆的一種徹底的破壞 那所以在那一場這個救渡過程中 有沒有注意到是不是一生一到 才能夠解脫他的生命 要解救他的生命 所以寶玉他在跟這個渡人者 也就是一生一到 這一生一到毫無問題 這就是紅樓夢中的這個渡人者的角色 但是紅樓夢又不只把渡人者限定在一生一到上 這個是我們要先做一個說明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到在他的情節開展當中 那麼渡人者事實上的他又化身其他的角色 來擔任同樣的渡托的工作 那這個等一下再說 總之我們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那麼寶玉的這個被渡托 以這個生死交關的這個關鍵時刻來講 一生一到確實發揮了智慧擾人的最大功能 所以當他趕來救治寶玉的時候 而使之起死回生的這一段過程中 支批就講喔 請注意支批就說三次俠練 這個是俠不是斷練三次俠練呢 焉得不成佛成祖 所以你可以看到支批也很清楚的 回應渡托劇的基本模式 是不是就是三次渡化行動 然後呢而且他也告訴你 渡化的終極目標跟終極境界 是不是就是成佛成祖啊 這我們在前面那一段背景都有做了交代 所以很明顯支批已經告訴我們說 紅蓉夢呢他確實吸收了 傳統渡托劇的那個表現模式 那這是第一點 那麼既然呢有所謂的三次俠練 回應了所謂的那個元代渡托劇的 三次點化 那當然曹月行不止三次 我們等一下再說 可是呢我們就要注意到說 這個渡仁者 那麼在第25回很清楚 一生一道呢是負責單綱的任務 因此支批在別的地方 有的在第一回 有的在第五回 我們就不詳細的指出他的來處 但是呢他的這個批語很清楚告訴我們說 整破紅蓉夢喔 通步中假借賴森博道二人 點名 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 注意是有數不是無數 如果他講無數你我就有希望 好 但是呢這個是有數之人 所以我們做平凡的小老百姓 大概也沒有什麼成福成佐的機會了啦 但是小老百姓有小老百姓可以有的成就 那個成就指的是人性或者是文化的努力 總而言之那我們繼續把他念完 他說這裡的一生一道啊 他來點化的這個工作的開展 絕對不是模仿套用西游祭 懂嗎 因為西游祭裡面的佛祖確實也常常出來 觀世也常常出來對不對 但是他們的出來呢 都讓人家覺得蠻魔幻的喔 怎麼說呢 西游祭中是一味無稽 就是說他根本沒有什麼邏輯可言 就是哎呀反正到了不能處 就是說主角性完全不行了 這下子沒有任何的敘事的邏輯 可以幫助一種有效的力量出來的時候 就召喚神佛有沒有 所以你看那麼智不能處 西游祭的問題就在於 每當已經到絕境完全沒有辦法的時候 那就把觀世音找出來 然後呢什麼都解決了對不對 不是這樣嗎 可是這種感覺當然就西游祭本身的系統來講 是自成脈絡 但是呢從紅龍夢的角度來講 就會覺得你那個太無稽之談 哪有這樣的事情呢 所以對紅龍夢來說 他必須要有人性跟敘事的某一種邏輯 要彼此呢能夠互相照義而能夠解釋 而不能夠突然都是天外飛來一筆 然後呢我們所有的難題都解開 那這個實在是太方便的一種做法 那麼也太取巧的一種方法 好 這個是呢首先他告訴我們說 一生一道的那個功能跟他的發揮的情況 那麼跟西游祭的那個觀世音是不一樣的 那麼另外呢第二段他又提到說 菩薩天尊啊就算在紅龍夢裡面有 也是因為聲道而有 所以這一生一道某個意義來講 也就是發揮這樣的一個神奇的功能 那麼他的目的是以點俗人 就是為了要點化俗人 好 所以一生一道的這個地位已經獲得確認 然而呢 然而他作為一個渡人者 其實又並不是那麼的簡單 我想要在這邊對他們的人物形象來說 那麼聲跟道 我們請各位可以注意幾件事情 首先我們先畫一個表格 你會發現他在全書中出現的不同階段 其實有不同的形象的造型 那所以我們得要這個找證據來這個解讀 首先呢各位請翻到第一回 因為一生一道第一回就出現了嘛 他是穿梭在神俗二界的一個使者 作為一個使者 他當然可以溝通這兩個不同的世界 然而他又不會這個不合邏輯的去干預這個世界的運作 那麼但是必須把石頭送來人間的是他們 所以他們當然是首先獻身 可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現象 當他們 請注意 當他還在神界的時候 請你們注意 還沒有到人間來 沒有涉足到這個泥泥的懸崖邊的時候呢 請看 在第二頁 這個是一生一道的首次獻身 他的首次獻身呢 請看一下他的形象 就在第二段所謂一日正當皆道之際 好 這個時候又在那邊日夜悲毫殘跪了啦 額見一生一道 遠遠而來 好 這是第一次出現 可是請注意他的形象是什麼呢 注意喔 骨骼不凡 風神迥毅 他的一個神界形象呢 請注意喔 是非常俊美的 對不對 就是你們自己寫啦 就那八個字啦 什麼骨骼不凡 風神迥毅 連骨骼都出現了可見呢 這從那個觀象術 觀人術而言 他們呢 都是那種所謂的兵姬玉骨型的 我不知道兵姬玉骨 可以用在男人身上 不過很明顯 他們呢 就是那一種比較是玉面書生 就是那一種非常斯文 非常超俗 某個意義來講就比較都是 我們一般人所認可的那個男性的審美觀的體現 所以他們呢 都長得是很俊美 所以 所以這個石頭建了他們之後呢 請看這一段的第五行喔 那麼是怎麼樣稱呼這個一生一道呢 他說曠建二是先行道體 定非凡體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簡單說他就是所謂的先行道體 那麼也以一個非常完美 那麼也訴諸我們最高的審美眼光 而出現的一個形象 所謂的先行道體 那因此呢 整個過程中 我們這位石頭是不是都是稱他們為先師 你看喔 下面也有講到說 那個什麼二先師 叫他們大師 稱大師或稱為先師 總而言之很明顯這個時候都還在仙界 都在神界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喔 那麼到了這個珍世穎 好 到了這個珍世穎 那麼他做了一場夢之後呢 醒過來了 我們來看看這個過程喔 那珍世穎很有趣 他是不是《紅樓夢》裡面第一個出家的 對不對 他就是所謂的有神仙之憤者啦 我們剛剛不是歸納被渡者 往往有三種出生來歷對不對 那珍世穎我們並在小說當中 並沒有看到他的一個確實的歸屬 但是從他是最早就被渡化出家 而且果然喔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曾經在這個某一個專題 那麼請大家看到第五頁 對於珍世穎的性格的描述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有說過 他比較是所謂出世取向有沒有 就是第五頁 我們來看一下倒數第三項 這個珍世穎呢是秉性甜 但不以公民為念有沒有 然後所以道是神仙一流人品 注意到了 所以很明顯珍世穎是比較屬於有神仙之憤者 所以這麼一來請注意喔 他才可能夢見一生一道呢 要把這個石頭那麼吸往紅塵的這一段神奇的過程 他才有辦法做一個見證者 一般凡人大概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請各位再來看一下第七頁 先看第六頁好了啦 這個第六頁呢 好沒關係我們看第七頁 第六頁你們自己看喔 因為就是透過珍世穎的夢境 讓我們聽到一生一道他們之間的交談 那種種來歷的交代 然後呢 那麼這時候珍世穎也介入了這場夢境 那麼在第七頁的第二行呢 那麼卻說第二行 卻說珍世穎據聽的明白 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東西 那麼遂不經上前失禮笑問道 二仙師請了 有沒有注意到也是稱仙師 所以很明顯喔 這時候的一生一道還是在那個仙境幻境裡面 所以夢夢境不就是幻境嗎 所以他依然還是保留他的一個 所謂的神界形象喔 所以被稱為仙師 可是有趣的就是當珍世穎呢夢醒之後 看到的一生一道就不一樣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我提醒你們注意一件小東西 就是呢 一生一道跟這個珍世穎的對話 裡面呢 因為珍世穎有這個好奇 那由於那麼在這個因緣上面 珍世穎跟這個蠢物是有關聯的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第七頁這邊喔 總之在這一段的第五行下面喔 那個僧就說你若問蠢物的這個物是什麼呢 那你其實是有一面之緣 有這個命中駐地 所以我現在可以讓你看 所以說著呢 曲述就地與世穎 那世穎看了呢 那麼原來是塊仙明美玉啦 什麼什麼之類喔 但是請注意 他上面字積分明 他只看到捐著通靈寶玉四個字 後面還有幾行小字 我們讀者讀到後面 是不是就知道後面的小字是什麼 他 莫失莫忘仙壽恒昌 但是珍世穎不能看到後面 所以你看當他還要細看的時候呢 那森辯說已經到了幻境 就強從手中躲了去喔 然後就過了那個大石牌坊 就是所謂的太虛幻境喔 那當然中間呢 珍世穎是這時候還沒有資格 可以到先界的 所以他是藉乎神與俗之間的 那個曖昧這個過度的一個階段 所以請注意就因為如此 所以他能夠跟這個 他能夠看到玉的正面 但是他不能看到後面 因為這個時候 他只是一個有神仙之分者 而不是一個全然的神仙 那因此他只能夠看到正面 而不能看到背面 那這個是先跟你們提醒一下 那等到他那大徹大霧出家之後 那當然就會裡外是不是動徹分明 對不對 就有所謂的天眼 那這個是佛教所說的天眼 就是上下左右遠近前後 你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那那個就是你有天眼的那個神通 那現在珍世穎根本還只不過是一個 還半沉淪在俗世中的人 所以他還沒有資格能夠看到背面 這個是跟你們提醒一下 然後請看下一段 等他這個夢醒過來 當然所夢之事就已經忘了大半 可是他又看到了來到俗界的那個一生一道 好囉 請你們看一下倒數第三行 只見從那邊來了一生一道 那生則賴頭賢角 什麼叫賢角 賢這個念賢 什麼意思就是赤腳沒有穿鞋子 那沒有穿鞋子某個一來就是很無理 很粗野那甚至很骯髒 那就是一種文明之外的姿態 那所以呢 那麼不但是這個賴頭賢角 那個倒是就博足蓬頭 瘋瘋癲癲癲彈笑而至 這個揮霍不是今天的揮霍 而是指就他們旁若無人 那一種肆無忌憚的氣勢 好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以看到囉 原來當他們來到這個俗界的時候 他們的整個形象呢 就未知那麼大為改變 從那一種所謂的骨骼不凡 風神窘異的先行道體 結果呢就轉化成為 以我們俗人的眼光來講 既骯髒又醜陋的那個形象 那麼我們看到骯髒醜陋的 第一個心理反應是不是其實就是賢物 對不對 那這個就有趣了 為什麼這個智慧老人到了人世之間 來到了肉眼之前 他要用一種呢 很容易讓自己呢 被這個被視為這個醜陋不堪 而因此被排斥的那種邊緣人的形象呢 這當然也有呢 來自於中國非常傳統的那個哲理思想 你們都應該知道 莊子就提供了這一種形象的重大來源 這個呢就是所謂的雞人 那麼雞與肉可以這麼講 就是生道的俗戒形象的一個 一個整體的這個樣態就是雞 這個雞 雞型的雞就是雞肉 就是形體不完全 你看一個是伯足嘛 根本不健全 那肉呢是醜陋 這個大概就是他們主要的形象 所以你看賴頭又閒角 然後伯足彭頭 另外呢請你們自己再去參照第25回 那麼一聲一道趕來就是垂死的寶玉的時候 那有兩首詩有沒有 那兩首詩就是作者的眼光描述給你們聽 那基本上就是在呼應回憶 那麼這邊所提到的這個形象 那他只是更加的以詩句的方式來加以 比較擴言式的發揮 但是呢這都是屬於所謂肌肉的俗戒形象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同學做一個小小的補充 就是這個基本上這樣子的一個來源是來自於莊子 也就是道家的思想 請注意是道家而不是道教 那尤其在莊子裡面呢 就提出所謂的雞人的那個概念 那這個雞人的概念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曾經在第一個單元提到吧 就是石頭是不是也是一個雞靈的處境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引述莊子的那一句話來說明 它事實上呢是殘缺於人事的標準 但是卻合乎天道的完美有沒有 那個叫做雞於人而謀於天 還記得嗎 所以你看喔這個雞肉的形象呢 基本上就是所謂雞人的體現 但是雞人絕對呢 他其實基本上是一種反諷式的一個姿態 那我舉幾個例子喔 我讀過的一些莊子的內容非常好玩喔 就是很奇妙喔 莊子呢要來傳達智慧的時候 告訴你們這些人 因為肉眼所見有限短視盡力的人 我要來告訴你天機 告訴你那一種優玄為妙的智慧的時候 往往呢作為傳遞智慧的那一個媒介 都是所謂的雞人喔 就是所謂的所謂行禪之人 好 那麼行禪之人呢 大概你看喔有一個人叫聶缺 什麼叫聶缺知道嗎 聶就是門牙一定是門牙 那聶缺就是什麼意思 缺了門牙 那缺了門牙講話會漏風對不對 那講起話來不清不楚 可是很奇怪 那個聶缺就是在告訴你 你看不到的智慧的那一個人物 那所以好微妙喔 他在告訴你有些話不能講得太清楚 有些話是要在這樣有縫隙當中泄露出來 他恐怕才是天機所在 講得清清楚楚的 那就會變成所謂的道可道 非常道 了解嗎 另外還有一個人最有趣叫做知離書 那最慘 我覺得圈門牙還可以忍受 這個人是叫知離書 你們一看這個字面就知道 他長得真的是奇形怪狀 知離破碎那樣 那那段話老實說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 他的描述是說那個知離書長像是 頭比肩膀低 然後可是膝蓋又比什麼什麼高 類似這樣子 然後完全不能理解 有同學很聰明喔 他說可以啊 只要人倒立就可以 倒立不就是肩膀比頭還高嗎 對不對 那反正就很詭異啦 那莊子就告訴你說 哎呀知離書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認為現在正在打仗 知離書會不會被派上戰場去 不會嗎 我沒有你幹嘛 拖累我們軍隊所以你不用去打仗 你不用去打仗 你不就可以活得長久長命一點對不對 你就可以得享天年 然後呢因為他找不到工作啊 找不到工作呢 那就政府就會給他救濟金啊 所以他每天都非常的逍遙自在 然後呢快快樂樂 比起你們不知道要幸福多少倍 這是莊子的邏輯 哎這個當然有不同的角度 不過莊子就會告訴你說 所以知離書從他的行禪而言 表面上是基於人 背離我們人的那一種價值觀 然而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他其實是智慧的這個化身 所謂的行禪而神權 因此他的內在很聰盈 他擁有我們所沒有的自由跟智慧 甚至因此可以在不被這個社會 所標定的那一種局限中 而得到一種比較充分的主體性 他們可以真的在那樣一個自由的 一個處境當中去建構他的自我 所以這個叫行禪而神權 相對而言我們大多數的這個俗人 我們一般人是神禪然後呢行權 這是很悲哀的 所以目前我們常常真的很深刻的感受是 我們看起來都很正常 但是我們的內在的殘缺 恐怕不足為外人道也 不然就不會發生用槍去掃射人家的事情 對不對 那真的就是行權但是神殘 他的內在其實是一個殘缺不全的人 所以有痛苦有期錯有迷茫 自己都沒有辦法面對自己 所以很悲哀的就是莊子要提醒我們 我們都看錯了 你不能眼見為憑 因為眼睛看到的永遠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這是小王子的訓悔 所以他要告訴你穿透表象 看到他的全然的內在 因此這些聲道到了世間的時候 也繼承莊子的這個激人系統 然後以這樣的一個形式出現 所以這麼一來他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想要跟各位同學說一下 就是說他是基於人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一番話 基於人就是他的那個 訴諸於凡人的那個標準 但是他卻謀於天 那謀於天的部分呢 是在說明他的這個神通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人雖然激漏 激於人 但是他在謀於天的部分呢 他的內在卻是那麼的超越 那麼的充盈那麼的飽滿 所以他可以帶來人間 給你的精神一種非凡的禮物 而讓你能夠領略到生命的真理 所以我想這個呢就是他告訴你 只要你一打破你的肉眼的限制 你就能夠看到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才是真理的所在 所以我想我們如果只能一直感覺到 這些人很醜 那某個意義來講 你這個人就是無可救藥啦 就是不會被度化的對象了 好 那我想這個是順便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那各位下面呢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東西 實際上這個現象我後來發現 清末的評點家已經注意到了 那後來呢 這個大陸學者就是梅興林先生呢 他也有在他的書裡面帶到 也帶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麼但是都沒有進一步在做一些詮釋 所以我們要接著他們來做一些工作 那個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一生一道以所謂的智慧老人 所謂的度仁者這樣的姿態呢 在小說中出現 然而不要忘記 度仁者必須跟被度者發生關聯對不對 然後進行他們的一個度托行動 那麼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中間啊 雙方之間到底有什麼樣的對應關係 所以請看那個講義的部分 有沒有注意到 一生一道表面上都是同時出現對吧 但是如果我們更精細的來看呢 他們在展開度托行動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著所謂的性別分工 所以我們這邊呢 就做了一個所謂的同中之意的一個區分 同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都是度仁者 都是智慧老人 甚至他們幾乎呢 都是一體行動的 但是真正在具體進行度托的 這個任務的時候 事實上呢會有個別的差異出現 所以你們會發現除了有性別分工之外 也有方式上的不同 結果也影響到他的成效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請各位注意一下 以性別的這個差異而言 那麼整理一下 下面我們就直接整理給大家看 就是你會發現一生就是那個和尚的部分 他度化的對象全部都是女性 所以第一回我們還是帶大家來看一下好了啦 因為呢這些都是很細膩的小地方 那如果我們沒有提醒喔 可能大家就會就一眼帶過去 然後就胡倫吞澡 就把他一生一道 恆而為一的來談 那這個可能就會有一點小小的錯誤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第七頁好不好 就是剛剛那個真世穎從夢中醒過來 然後呢接下來呢 就看到那個一生一道的這個俗戒的形象 還記得嗎 好 然後呢 那麼這個一生一道到了他家門前啊 倒數第二行 看見世穎抱著陰蓮 那個僧 請注意是僧 就大哭起來 就像世穎說 師主你把這有命無孕 累積顛樑之物 抱在懷裡作舌就要把他怎麼樣 就希望這個世穎把他舌給他出家 那所以呢下面我們的這個僧 就念了四句的言詞 那這四句言詞當然就是 相鄰未來命運的一個預告 那當然各位我想我們看一下好了 他說嬌養嬌生笑你吃 因為父母總是痴心嘛對不對 我覺得父母大概是兒女前世或今生 以及來世的情人 大概對子女的守候遠遠超過他的情人啦 所以呢你把這個女孩兒這樣子抱在懷裡 當長上明珠來疼愛 你是多麼的傻 因為這份痴情讓人陷膩讓人無名 也讓人受苦 所以他說笑你吃 那靈花空對血絲絲 你們都知道這裡的血就暗示什麼嘛 就是薛盤嘛 這裡是諧音 那靈花的靈當然就是表示說 那個英聯將來會改名成香靈 那所以呢他改名成香靈 那麼身分地位淪落 而最後就是嫁作薛盤為妾 那說實在的是辜負了他的一番資質 跟他的美貌 你們知道英聯長得很漂亮 所以連這種大老粗的薛盤 是不是一眼看到他也力定他非他不要 對不對 有沒有 那加上說香靈他其實是有很特殊的 禀婦來歷的 這個以後我們講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所以紅樓夢裡面 曾經藉由甲蓮 這個呢只懂得營樂樂己 不知作養知粉的一個濫淫之輩 但是呢連這樣的人 他都為香靈的尾聲薛盤而深深感慨 他覺得呢那薛大傻子真墊入了他 有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說香靈是非凡的人物 裡裡外外 而我就想到我就想到 我以前曾經把那個圓梅的隨緣詩畫 翻過好幾遍 那裡面讀到一些好有趣的詩句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我們現在流行的一些古典的那個語繪 很多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們現在還在使用的一些詩句 其實是來自於圓梅到處收集 是可能是有名可能也無名 但是我們今天都不知道的作者的人的手筆 其中呢有一句大家就應該很熟悉 就叫做巧妻常伴 有人知道不錯巧妻常伴酌膚眠 好就是說總而言之 那人間的不平等就在這裡 好那所以巧妻常伴酌膚眠 那圓梅裡面還收了一些好有趣的詩句 你們可能有些都聽過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是在這個隨緣詩畫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那個嘛 那個就是美人自古與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有沒有 所以美人慈目永遠讓人感傷 那平凡的人呢 反正他年輕時跟老的時也差不多 所以那個老去就不會讓我們覺得觸目驚心 這個好像也是平凡人的一個優待嘛對不對 我們不必遭遇那麼強烈的落差 那這個是其中之一 還有啊有一首詩是說這個什麼 書畫琴棋絲酒花 當年漸漸不離他 而盡萬事都更變 柴米油鹽醬醋茶了解嗎 所以這就是我們上次跟各位講了嘛 談戀愛思維為世是在一個特殊的時空 是人為經營出來的 花錢月下家燭光晚餐有沒有 然後呢就是琴棋書畫絲酒花嘛 但是呢婚姻不是啊 婚姻就是很具體的瑣碎的重複的 就是那些每天每天一不斷的重複 所以你沒有同樣的生活習慣 沒有同樣的價值觀 沒有同樣的要去維護這個婚姻的信念 或者是一種意志 那個是無法持續良久的啦 所以離婚率會很高就是這個原因 好 總而言之 所以呢這個巧妻常伴著膚眠 在我腦海裡面 紅樓夢就是喚起香菱跟這個薛盤的例子 那這當然人間本來就不公平 所以他因為權利 因為各式各樣的這個政治運作的關係 那這個是很難以這個完全超越的一個社會的難題 那所以呢這個是相鄰的例子 那當然啦這個時候的曾世穎 他還不能看破人事的執著的虛妄 所以他當然不願意嘛 莫名其妙我這個粉妝玉琢的小女兒 你看做父親的看著他心中就多麼的快樂對不對 我幹嘛莫名其妙就送給一個渾身髒兮兮的 不知道哪裡來的 也不知道到哪裡去的這個傢伙 所以他當然就不願意給他 那所以呢這一次的杜托很明顯 注意一下結果 我們請等一下會請大家來整理一下 他們的成效如何 所以很明顯這一次生 注意要是生出面 那麼他的成效呢是失敗的 好 沒有杜托成功 那麼第二個例子呢 請注意是在第三回 林黛玉的這個回溯的一種追溯 他說呢來請看一下在第46頁 第三回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因為這些都是很細節的東西 可是細節中藏有魔鬼 所以我們得把魔鬼找出來 總而言之這個倒數第二段 眾人見黛玉年貌雖小 其舉止言談不俗 那麼等等等等 總而言之就他有這個先天的不足之症 好 那於是呢 就問他吃什麼藥啊 為什麼不治療啊 不要留下病根啊 年紀小小將來長大 這些都是偉大不掉的這個問題 那黛玉就說啊 哎呀自來就是如此 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 天啊 他的那個病史還蠻長的 好 總而言之到今日未斷 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 我提醒你們注意這一段 原因是因為你們可以對照一下 《紅樓夢中》跟林黛玉分庭抗禮的另外女主角 他也有先天而來的病根 然後也是什麼任何海上方什麼名醫仙藥都沒有用 那個人是薛寶釵 注意到因為我們等一下會看到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一起說 總而言之很有趣喔 他們的這個特殊狀況 事實上都有象徵意義 總而言之那一年林黛玉說我三歲時 聽著說來了一個賴頭和尚 注意 又是只有和尚 然後呢說要化我去出家 當然父母不從嘛 他又說既捨不得他 所以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 所以就注定所謂的淚淨而逝喔 總而言之 伴有外姓親友 那麼都不能見除了父母之外 這樣才可以平安 我可以來講是不是只好靠後天 消極的阻隔的方式讓林黛玉等於 像出家一樣了解嗎 所以讓他只能見父母 其他呢就沒有任何情緣的糾纏 那這麼一來他才不會牽動他內在的 那個固結的情根 而能夠保持他身心的安然無恙喔 那這個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就跟在家出家修行是沒有差異的啦 好啦 總而言之 那我就要考你們囉 所以林黛玉到底吃什麼藥 我們都知道薛寶釵吃的是冷香丸 但林黛玉吃的是什麼藥 欸 不錯喔 以前我一問大家就雅然無言 他是吃人參養榮丸 那人參養榮丸基本上是滋補用的 就是說你內在比較雀弱 比較精氣神不足 那這個人參養榮丸是外來滋補你的 所以這是根據他的這個病的特徵 那麼所做的一個療方 好 那這個是那個林黛玉的部分 當然啦 所以啦 這個森的出動怎麼樣 又宣告失敗 好 人家不要理你 人家還是要深陷在所謂的晴天滅海當中 聊此一生 那這個和尚也無可奈何 這是第二次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七回 就是這個要來度化這個薛寶釵 那麼請看第七回的第一頁 也就是123頁 那很有意思的是呢 我們薛寶釵的毛病又犯了 那於是呢 這個周睿家的 因為送花過來嘛 然後呢 所以就問起他的病 所以請看倒數第二行 他說一定要除了根才是喔 你小小年紀 你留下個病根 這可不是完的啊 所以呢 寶釵聽了就笑說 哎呀 這不要提吃藥 餵這個病喔 請大夫吃藥 也不知道白花了多少銀子錢 注意喔 憑你什麼明依先要 從不見一點兒笑 所以就這點來講呢 他跟林黛玉其實是如出一策喔 只是林黛玉呢 他的病根特別嚴重 那所以他的保命之方也比較極端 有沒有 就是一概不能見人 那薛寶釵的病根比較淺 所以呢 他基本上還是可以透過藥物來壓制 所以我們這位和尚就提供給他一個藥方 就是你們很熟悉的就是冷香丸 所以很有很有趣喔 這個冷香丸當然全部都是象徵意義 所以我們得要對他再做一個單元的一個分析 但是這不是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 我提醒你們幾個有趣的事情喔 他說呢 124頁 那麼虧了一個禿頭和尚 所以你看又是和尚 那麼說專制無名之正 那麼請他看了 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 注意喔 信而先天壯 這就是他跟林黛玉不一樣的地方 林黛玉是不是先天就有不足之正 所以雀弱不堪喔 那所以有一股所謂自由 有什麼天然的那種風流的這個態度喔 所以請注意 這個先天狀當然不只是說他的身體比較健壯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指他的那個資質秉賦比較健全啦 就不會有一些情感的動盪 就使得他的那個身體不堪 不能承受 然後就產生比較嚴重的這個病症喔 所以這個先天狀也決定了這兩個人 他們的病況以及治病方式 乃至於他們的這個生命下場的差異喔 那麼所以呢 那個殼上就是說這個先天狀 所以這個病是不至於會妨礙到生命的 沒有致命性 所以你們就很顯然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喔 最近呢大概這十一二十年來 學術界呢由西方然後開展 然後影響到這個台灣的那個議題喔 那就是所謂的情跟病的關係 然後呢於是有一些懂中醫的 那麼懂歷史的 他們去爬書明清的文獻 結果呢我只把簡單的結論告訴你們喔 他們發現了在中醫的理論裡面 尤其是明清的很多的那個相關的說法 然後呢再配合一些這個其他的這個材料 總之他們發現呢 情治他就是構成病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的情感太強 你的情感太執著就會導致疾病 甚至會帶來致命性 好所以呢 你會發現紅樓夢其實有這樣的一個意涵在裡面 所以我們林丹瑜基本上他的病 是不是就是由情而來的嘛 然後他事實上也是淚靜而亡的 那有沒有注意到 小說在寫到他呢很多比較激動的場景 那基本上就是什麼喘受啊 甚至又咳又吐啊 什麼那個都反應非常的激烈喔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說 原來林丹瑜他這個人啊怎麼講 嚴格說來從那個人格結構而言 他其實是所謂的偏制型的 就是說他比較偏於某一個面向 然後呢比較是走那一個極端 但是薛寶釵不是薛寶釵比較健全 他的健全導致他的平衡 這個平衡不至於因為一些動盪 因為一些外來的情感 因為外來的一些刺激 讓他的情緒激動什麼 而導致呢他的身體的一個這個運作 也失去平衡 所以像這些東西呢 當然都有更 背後有更深的一些理論 還有一些分析要談 但是呢我想我們現在先不要再岔出去了 趕快把這個單元結束 所以呢 所以我也要提醒你們 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 也絕對不要妄聞生意 不要用你們呢 不曉得從哪裡來的 想當然而的認識去理解 很多很多很多的說法 都把從胎裡帶來的一股熱毒解釋為說 薛寶釵與生俱來具有一種熱衷於公民富貴的那個渴望 然後所以呢 熱啊就是指他的這個追求之熱切 毒呢是表示這個人呢 不惜用一些卑劣的手段 所以什麼就陷害嫁禍林黛玉啦 然後就是要追求什麼寶二奶奶的位置啦 這個你不是很常見嗎 有沒有 但是這個說法恐怕是錯的喔 我覺得有很多問題 也許我們都要回到清代 或者是傳統文化的脈絡裡面 比較能夠知道說這個作家 在那個文化語境裡面 他的一個用法到底在哪裡 所以這個我們都先請大家放在腦海裡 然後我們可以以後呢 有機會再做一個分析喔 所以總而言之下面這個海上方啊 那就是所謂的冷香丸啦 那我只是希望你們注意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老實說你們看了下面這一大段喔 簡直是藥料本身並不奇貴 但是都要非常湊巧 一次湊巧還可以理解要十次二十次的湊巧 那除非奇蹟對吧 可是呢奇蹟果然發生了 他確實做成了冷香丸對不對 然後你會覺得奇怪啦 費盡這麼大的人力 還要等待這麼多的天原技巧 才能夠釀造出來的丸藥 那顯然他應該要發揮很大的功效 才值得去努力對不對 而且他是海上方喔 海上方是你在怎麼努力都找不到的喔 那個藥方之奇特 製作過程之繁瑣 然後還要湊巧 老實說這都讓我們充滿了期待 什麼期待呢 就是他的那個療效一定要非常的高 對不對 要有非常神奇 甚至可以起死回生的作用 然後也會讓我們隱為的有一個這個 有一種推理就是說 那這樣的海上方要對治的那個疾病 是不是應該也很嚴重才對對不對 否則像林大玉是不是你萬一不照他的作 你就早早就就青春妖亡嘛 那這樣都很嚴重嘛 照理來講我們都會覺得 這樣的藥方對治的疾病 恐怕都要嚴重到超過我們的想像 絕對不是自感冒的對不對 好 可是可是你們告訴我 我看完這一段做了一些分析研究之後 真的是非常的吃驚 這個冷香丸要治的毛病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對 所以你又覺得真是好奇怪呀 那麼在請看一下最後一行 120世紀的最後一行 那周瑞嘉聽完這一番話就問啦 代替我們讀者來問 那這個病發了到底覺得怎麼樣呢 寶釵說也不決勝怎麼著 只不過喘壽些 那吃一碗下去也就好了 喘壽些誰沒有啊 對不對 最近喘壽些的很多嘛 感冒啊 季節一變化啦 衣服穿少一點啦 忽然這個被雨淋啦 或者你們沒有這樣經驗的人 等一下到操場去跑十圈 你一定會喘壽 去爬樓梯爬50層 你一定會喘壽 這怎麼了不起的身體反應嘛 好奇怪 為什麼這個就得要用什麼冷香丸來製 那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你們不覺得嗎 極大跟極小然後這個費那麼大的功夫 製的毛病是我們今天都覺得 實在是家常便飯的事情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第二個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冷香丸能夠治本嗎 不行 他只能治標 所以現在稍微壓下來 過一陣子不就又會再發作 否則他就不必一直休養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顯然都充滿了象徵意義 因此恐怕不是我們直接去這個推論就可以得到的 好 所以這先提醒你們 那總而言之 雖然這個和尚所提供的海上方被接受了 然而實際上我們薛寶釵的病是不是並沒有治本 而還會不斷的發作 就這個結果來講 我們這位和尚的這個度化行動 是不是也不算成功 對吧 所以我們這位薛寶釵還得要不斷的 終身依賴他的這個藥方 所以很明顯嘛 也沒有徹底的 讓他所謂的度脫苦惡 好啦 所以我們就知道 以這一生的這個範疇來說呢 你會發現怎麼樣 他負責的對象是不是全部都是女性 有沒有 全部是女性喔 第二個呢 你會發現他們的成效如何 都是失敗 幾乎是失敗 那薛寶釵這個例子也不算成功 所以我們還是把他歸納在失敗 好 所以這麼一來這就有趣了 我們來參照他的另外一位夥伴 他的工作情況怎麼樣呢 來 請看這個一道 這個一道也是在第一回就出現了 而且這場的行動實在是滿驚人的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大成功 來 請各位看一下在從12頁開始 那麼是不是就是真是你自己受到了很多很多 非常人所能夠想像的打擊 第一個 他是不是失落的女兒 不要忘記我們作者雖然只用兩句話去描寫 可是那都是追星力寫之痛 沒有經歷過的人是不知道那有多麼的慘烈喔 就是呢他的女兒失去之後 來 我們先看第11頁好了啦 我希望你們放在心裡 不希望你們將來有所經歷好嗎 把他當知識 但是呢 千萬不要去體驗喔 因為那是非常慘烈的一個災難 而且是很徹骨的傷痛 是終身不能痊癒的喔 那麼在第11頁請你們看一下 倒數第四行 總而言之鄉林就被拐走啦 那夫妻二人辦事只生此女 一旦失落 豈不思想 思想就是思念喔 因此昼夜啼哭 幾乎不曾尋死 這是為人父母最慘烈的一個傷害 好 那這個會跟著他們一輩子 而且終身不能痊癒的一個傷痛 那所以呢 你看 勘勘了一個月 那世穎就先得了一病 那總而言之 豐氏就是他的妻子 那麼也思女購集 日日請醫療治 這就是人生大概所能夠想像到的 幾個慘烈的事件之一 那所以呢 這是第一個打擊 第二個打擊呢 真的是接踵而至或不擔心 他的家是不是就被燒了 對不對 因為隔壁葫蘆廟 他是不是住在葫蘆廟旁 還記得喔 那所以呢 當那個炸貢失火 然後延燒過來 他家變成一場瓦礫場 你們知道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喔 所有的一切 你一生所努力 所成就的那個具體的所在 那麼化為灰燼 那說實在真的是把你整個人 連根拔起的那種感覺 你會覺得你在這個世界上 在這個世界上突然之間失去了一切 那加上失去前面失去女兒的打擊 然後加上他又是不是接下來遇人不俗有沒有 那麼投到他的岳父那裡 謀取一個暫時的安妻 但是呢 竟然被所謂的親人 從中牟利 從中詐騙 你就知道那是從你的骨子裡面 捅你一刀的那種感覺喔 在你最沒有防備 你最信任 你最脆弱的那個部分 那你就堂而皇之讓一個不好的小人住進來 因為他是你岳父 所以你沒有提防 結果呢 他的一拳是不是就是最為致命對不對 因為他不像敵人 敵人是我們知道要防備他 所以我們還可以先把自己努力鞏固好 但是你的親人你不防備 結果到最後呢 更是很徹底的一敗塗地 所以曾氏影是必須受到這些種種打擊 才領悟到人世的虛妄 因此請看第十二頁 這個博足道人 道屬第四行 忽見那邊來了一個博足道人 這個風賴 這個駱駱駱馬喜唇衣 反正又破破爛爛的一穿著衣裳 然後口裡面就練了所謂的好了歌 請你們注意是不是道人出現 然後呢 他請各位注意這些細節 都非常的重要 那麼是在我們這一位曾氏影 已經受了連番沉重的打擊 他整個人其實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你知道嗎 這個臨界點其實就是 他會被點化的一個關鍵 一般人還深陷在成熟泥鬧之中 所以再怎麼樣的用力拉扯 還是沒有辦法把你呢就拖出來 但是如果你自己已經逐步在上身 你的泥足只有一點點的碰觸的時候 那時候某一種力量就很快 就會讓你脫身而出 所以你看這個好了歌 我們這位曾氏影呢 就迎上前來 聽到了這個好了歌的內容 然後就說哎呀滿口說的什麼啊 只聽見什麼好啊 了啊 好啊 了啊 那道人就說你果然聽見好跟了二字 還算你明白 可知啊 世上萬般 好便是了 了便是好 若不了便不好 若要好虛是了 好像在繞口令喔 可是裡面就是玄機啦 所以他說我這個歌啊 就叫做好了歌 那上次跟你們提到過嘛 這是道士的專利 這是不是叫做道琴 道琴詩 道琴歌 那就是由方道士 就是尋由天下到處掛單 然後呢就是隨機點化的這種人 他們會唱來度化人心的啦 所以各位你們看內容 真的我覺得要常常放在心裡面喔 你看喔 世人兜曉 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對不對 我們最難忘的 好像就是這些事業的成就喔 可是你只要稍微有一點靈性 稍微有一點悟性 你就會知道古今降向在何方 對不對 全部都是一堆枯穀 他並沒有多佔一點這個世界的空間 同樣的 世人兜曉 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結果呢堆積了一生 最後你還不是殺手而去 對不對 都便宜了別人喔 然後呢世人兜曉 神仙好 只有角漆忘不了 可是人的感情會變啊 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真的愛到對的人呢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 世人兜曉 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所以你看吃心父母 古來多 但是孝順兒孫誰見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在嘲笑 因為我們身邊有很多 屬於高我幾歲 十歲 二十歲的長輩 然後我聽到他們講他們的小孩 我都覺得只能陪他們苦笑 我還能說什麼 那所以他們就說哎呀沒辦法 最後常常說哎呀沒辦法 已經生了又不能退貨 對不對 只好接受 小孩真的不能退貨 所以你就知道說 現在我們常常在開玩笑喔 常常說哎呀你又在做孝子了 這個孝子不是孝順父母的那個孝子 是這個孝是動詞 孝順兒子 孝順孩子 所以現在很多父母就等於是 簡直為兒女做牛做麻 甘之如疑 固然沒有不好 但是真的滿有意思的 所以人間事情是有很多種不同的情況 也有可以有不同的判斷 這個就是可以因人而異 但是從這個道士的一個豁達的眼光來看 他真的會覺得你真的不用吃泥 人間有這個機緣我們好好珍惜 但是真的不必限密 不必非怎麼樣不可喔 因為這個世界本來就很短暫又無償 而且又虛幻 好 所以我們的真士隱 注意喔 是在他這個臨界點上面 背這個話一點 果然下面就是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豪了歌著 然後呢 那麼他回應了這個豪了歌著之後 請看第十四頁 兩個人就怎麼樣 他士隱就說走吧 當下是不是就飄然遠去 也不用告別 不用在那邊兒女情長的這個拉拉扯扯 那些都已經是不重要的事情 所以當下頓悟 然後呢就飄然遠去 那你看那個 他就把那個道士肩上的搭連呢 那麼就搶了過來背著 結果他自己也變成了道士 然後也不回家 然後就飄然而去 所以呢很明顯 從結果來講 這個道士的這一場度化行動怎麼樣 算成功 因為他確實度脫了對象 那麼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第十二回啊 這個道士又出現了 這時候他的對象是賈瑞 那這個賈瑞不就是起銀心嗎 整個人就陷溺在色情想像之中 不可自拔嘛 那最後果然就已經快要死了 那麼我們這位道士大發慈悲 不忍心他就這樣子的 骯髒難看的死去 所以呢就跑出來要來救他 那救他的方式呢 是給他一面很神奇的鏡子有沒有 來請各位看一下是在193到194 那193頁最後面呢是講到說 忽然這日有個博足道人來化齋 那口稱呢可以這個專制冤涅之正 那賈瑞偏生就聽見了 所以他顯然是有機會的對不對 你如果是那一種盲目無名之人 大概這一種智慧的那個空谷足音 你恐怕也是聽而不聞 賈瑞偏偏又聽見 所以其實是有機會的 結果呢問題是他自己實在是 某個頁來講真的是自尋死路啦 這個所以別人就救不了他了 你看喔人家告訴他說 這個寶貝啊就是這一面風月寶劍 你只能夠看背面不能夠看正面 因為正面是假背面才是真 你不能只看你眼睛看得到的這個部分 然後就特別提醒他要緊要緊 那三天後你就可以痊癒 所以他三天後會來收回這個法器 結果沒想到我們這位賈瑞執迷不悟嘛 對不對 他一定要看正面 那正面不就是鳳姐兒在招搭進去嗎 所以最後他就很難看的脫金而死 對不對 這簡直就是西門慶的戰線 你們知道西門慶對吧 是西門慶嗎 金平梅的男主角嘛 他最後那一幕就真是觸目驚心 就真的就是脫金而死 就死在那個潘金蓮身上嘛 那個是很恐怖的一段描寫 我是不讀金平梅的啦 那但是因為要讀一些學術界的研究論文 所以他們有的時候就會引述其中的段落 我看了真的是覺得很難忍受 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段很好玩的事情 是有一個學者 他因為研究這種這個小說嘛 那涉及到金平梅 他為了要講一個道理呢 他必須引述其中某一段 然後這位學者顯然是知道讀者心理反應的 他就在引述之前就先說 各位讀者請原諒我下面會引述一段情節 那如果有冒犯之處就先體諒跟包含 顯然他先打預防針啦知道嗎 結果我就把他讀完之後 我覺得我被冒犯了好 總而言之真的是真的是很可怕 那所以金平梅真的是不可思議 你好好總而言之總而言之 那我覺得紅樓木裡面呢 事實上他一直在超越一直在進化 金平梅的很多的東西 那唯一保留的就是用在賈瑞身上 這就讓我們看到原來色慾之陷密人 跟讓人變得那麼的可怕的一個力量 一個恐怖的力量 好啦總而言之所以他後來就死掉了 那所以請看一下195頁 那道士就說這不是我的錯 是你們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鏡內就哭啊 這個鏡子會哭會講話 這說實在的也是有那個六朝 到唐傳奇的根源 那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說啦 總之那這個鏡內的那個鏡靈 或者是鏡神就說呢 誰叫你們喬正面啦 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 所以這個鏡子就飛走了 好 那麼博竹道人就跑來就把他給搶走 總而言之各位就要注意一件事情 表面上呢 舊渡賈瑞的這個行動是失敗的 然而事實上不是道士的問題對不對 那麼我們還可以說 寶釵的那個海上方不夠強而有力 所以不能讓他治本 那但是呢 這個鏡子事實上是可以治本的對不對 是你自己執迷不悟 這就怪不了別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行動本身 不見得算是失敗 當然這個就是我們稍微 把他的那個成分釐清一下 然後呢 我們再來看那個第66回 這已經跑到第66了 你看前面的都是 這五個案例都集中在最前面 那現在呢 第66回終於我們的道士又出手了 這時候呢 舊的又是柳香蓮 那請各位看一下 也請大家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呢這個柳香蓮呢 也被杜托出家 就是在1042頁 別的版本的同學 也就是在第66回的最後一頁 那麼我提醒你們注意 道士出現前柳香蓮已經經歷過什麼事情 是不是尤三姐的自吻而死 然後呢他也深受震撼對不對 他是不是也是只看表面嘛 所以他非常後悔 為什麼只聽人家的閒言閒語 我是不是應該自己去認識他 但是因為他覺得那個寧國府呢 只有門口的石獅子乾淨 貓、貓、狗都不乾淨 貓、狗都不乾淨 有三姐當然也不乾淨 所以他就想當然而的 就做出一個決裂的一個選擇 結果導致這麼一個 其實心靈其實是非常癥結的女性的死亡 所以他也深受震撼 那麼因此你們看一下喔 就在那個1042月就有講到說啊 人在極度的震驚跟極度的那個 巨大變化的情況底下呢 反而會有一種冷靜 反而看得很清楚 所以他反而不動聲就哭著說啊 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的嫌妻 有沒有注意到 這時候他認可他是他的妻子了 這個是他呢真正上用意志、用情感 來給尤三姐的一個追贈 也可以說是給他的一個一個概觀論定喔 是對這個人物呢最後最後的一個肯定 所以他這時候是承認他是他的妻子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些人都很有意思喔 所以呢可敬可敬 然後呢服屍大哭一場 然後又買了棺木把這個喪事料理完畢 可是請你們注意喔 那麼下面一段 辦完這一切事情之後 人生才正要開始 痛苦也才要開始 所以出門無所知 昏昏默默 你們知道昏默默就是在這種劇烈的震盪 劇烈的那種衝擊之下 你突然之間你所熟悉的世界瓦解了 知道嗎 一切你所認知的那個價值觀顛倒了 然後你這個世界已經完全恢復到一種混沌狀態 你不知道人生該怎麼樣再走下去 該怎麼樣自我定位的時候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盲昧的處境 所以倒是才在這個關鍵時刻出現 所以你看啊他就想了好多啊 尤三姐這樣標誌又這等剛烈啊 怎麼會這麼的奇怪呢 人的嘴是那麼的人言可畏 然後而事實的真相又是這麼樣的 超出我們的意料之外 為什麼世間有這麼多 我們不能夠用我們一般常理去理解的事呢 所以他整個人是在一個很徹底的 根本性的衝擊之下 所以才會昏昏默默 好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鋪墊 於是倒是是在這個情況底下出現 請各位看一下 就在下面呢他就遇到一個 先遇到那個尤三姐的魂靈 然後呢再來請看那個最後一段 他警覺之後呢 似夢非夢 尤三姐到底存不存在 世間的所謂的鋼章與捷徑 那麼營爛與真傑到底又該怎麼區分 所以一切都不能夠判斷了 那麼所以呢 睜眼看實 這個世界哪裡有什麼薛家小童 也沒有什麼心事 心事就是他心學的妻子尤三姐 結果只看到的是一座破廟 那麼旁邊坐著一個 斜腿的道士在補師 那相連就問他說 此系何方先師先明的法號啊 道士是要說 連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 我系何人 不過站來歇足而已 有沒有注意到這三句話 其實說是玄機啦 他不是在說事實 他是在說人的本質存在就是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被拋植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究竟是誰 你真的以為你知道你是誰嗎 我們對自我的認識恐怕有很多 都是在一種潛意識的狀態之下 所以來到人間 又不過是暫時來這個所謂的逆旅 有沒有 在這個逆旅暫時歇腳而已 我們終究要check out 知道嗎 要離開這個旅社 然後把這個世界讓給其他的人 所以人生的根基真的是一片虛空 所以劉香年聽了 那麼不覺那麼冷然如寒冰禁骨 所以於是就撤出那一股雄劍 然後就把萬根煩惱絲一揮而進 所以他也就出家去了 有沒有注意到從這個結果來講 他的度化還是成功的 所以這就有趣囉 那麼我注意到這個現象 那麼當然剛剛提到過 像這樣的一個性別分工 其實是清末的評點家 跟梅辛林先生都有注意到 但是我想要進一步再來了解 這其中還有什麼更進一步的差異 就是說在方式上 那麼這兩種又有什麼不同 所以我下面有一個表格 那因為第二頁還沒有整理完 那下一次會補發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先請大家就看 哇 先請大家看一下那個螢幕好了啦 糟糕 這個表格沒辦法放很大 因為字就會不見了 那怎麼辦呢 好 那沒關係 我想你們就先聽我講好了 那我這樣你們看得到 大致看得到啦 好 我們就先按照這個表格 把我整理出來的一個差異 讓大家可以來一起思考 首先請各位看一下 以一生來講沒有問題 他是個度人者 那被度者是不是都是女性對不對 從那個曾英蓮到林黛玉到薛寶釵 可是有沒有進一步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說他在度化這些女性的時候 用的方式是什麼 好 我覺得 我覺得以性質來講 比較都是那個符咒跟法術類 就是好像說我突如其來 我唸個咒語唸個什麼 是要想要是一些法術 然後告訴你一些警醒的話語 好像我就要你立刻出家 有沒有注意到都是這種類型 所以像曾英蓮更最清楚嘛 曾英蓮是不是那個 曾世穎不捨得的時候 然後那個和尚就唸了四句的詩 我覺得那四句的詩雖然也是趁語 不過那種味道感覺就是有一點我在這邊做法術啦 唸個咒語 然後呢也許你就可以啟發靈敏什麼之類的喔 所以呢他用的方式比較是這樣 那他現身的時機也有不同喔 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和尚每次出現的喔 我都覺得注定他會失敗啦 因為他都是出現在日常生活當中嘛 人家還過得好好的嘛 真是以抱著粉妝玉琢的女兒是不是好快樂 你快樂所以我快樂對不對 對掌上明珠的愛就是這樣嘛 你在這種正常的時候日常的軌道出來 就要把人家搶走誰理你啊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啦他出現時機 根本就注定他會失敗喔 所以呢請注意 既然他比較偏向的是符咒法術的 這樣的一個度脫的方式 某個意義來講 他的這個度脫的性質 也比較是所謂的外在超越 這個外在超越是我跟 我借過來相對於所謂的內在超越而用的啦 那麼內在超越是像余英時先生啊 或者是一些那個思想的研究者 他們認為儒家他就是希望你在君子的 那個人格提升上面呢 他們用的方式就是所謂的內在超越 而就用你內在的力量來提升自己 那我就因為這個內在超越的這個術語 我就杜轉出另外一個跟他相對而言的 就叫做外在超越 意思是指你用來超越自己的命運 或者是來提升自己的人格等等的 那個力量是來自於外在 而不是由你的內在產生 我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各位你們會發現喔 這個生每次出現的時機 是不是其實都是用外力強行 要把那個當事人帶走對不對 那這一來當然嘛 某個意義來講這個力量就不是內發的 內發是不是才會徹底對吧 是你自己想透了 你想清楚了 然後你做出一個抉擇 做出一個行動 這麼一來才會有一個 對個人來講才會有一個順勢的成效 但是呢你基本上 第一個你都是出現在日常生活中 人家活得好好的 你就要跟人家說你不行喔 你有命無運喔 你要走喔怎麼樣 人家這樣誰理你喔 第二個你用的是一個外在的力量 強行要來介入當事人的這個命運 這當然就很難撼動啦 所以註定失敗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那個道士就不一樣 他出現的情況都不同喔 第一個他杜托的對象都是男性 沒有問題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用的方式就比較不是那種 什麼預言式的符咒式的 他比較都是帶有很高度的 智慧的暗示的言語積風有沒有 讓好跟了啊 你自己去體會對不對 告訴你說我們人的本質存在就是 不知道這裡是哪裡 不知道我們是哪裡 我們是什麼人對不對 我們只是來這邊暫時 呃呃留在這個世間數十年而已 是不是都是用這種智慧的方式 來打動你的那個悟性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麼一來呢 你會發現他的杜托性質 當然是內在超越嘛對不對 用你的內在去領悟那個道理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現身的時機 是不是都是當事人 已經受了很多的打擊 然後都已經呢 整個人就已經內在即將產生蛻變 好像呢那個蛹即將要蛻變而出的 那個非常處境 所以是不是就很容易成功 就是內外外在的處境已經水到渠成 內在呢也 不也內在也已經經歷過巨大的變化 所以內外一旦夾洽就很容易呢 就把一個人就推出那個解減制服的那個蛹 而能夠重生 重生就是呢解脫出家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他的結果都是成功的 好 所以呢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去注意到的一個差異 但是我最後補充一句話 那就是隱含在這樣的差異之下 有沒有另外一個我們一般讀者 沒有注意到的一個性別意識呢 有沒有注意到 都沒有被渡出家的人 都是女性 所以女性感覺上好像是比較不能被解脫的 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紅龍夢》中出家的基本上都是男生 女生沒有一個出家 只有一個例外 但是那個例外不是他解脫 是他很偏執的某一種個性 他嫌悟這個世界 他不是認識這個世界的虛妄 而是嫌悟這個世界的骯髒 那個人是席村 席村的出家不是屬於誤道型的 好 那個是一個很特別的類型 以後我們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所以這一下子告訴我們說 《紅龍夢》裡面的性別意識 真的那麼的單一 就是在包養女性的靈性 女性的美麗 女性的清新 真的嗎 所以《紅龍夢》我想絕對不能用單一價值觀來理解 他其實有好多好多的層面 這是我們必須開放給他的 那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好